這個就是明代的民謠 社圈工藝可以看得出來 老化痕跡很明顯 然後背面燒製的很粗糙 可是還是可以看到那個 他做的那個工痕 然後這個圖案是什麼鬼 抱歉看不懂 這就是所謂的抽象畫 沒人知道這是什麼 我是看不出來這是什麼 然後這個礦物又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石子芹 又黑又灰的那種感覺 蠻黯淡的很醜的情話 超級醜的 這一片不用錢買 我在垃圾桶撿到的 其實這個東西這種這麼醜的 如果家裡的老人那個的時候 通常都會被家人直接扔到垃圾桶去 因為看起來就是 這什麼鬼 如果看不懂的人的話應該是這麼想 而且你看那麼噁心 這有什麼鬼 可是我說真的這個寬物又的特質能 真的超明顯的 放大 有沒有 然後包含這個的鐵鏽斑 也非常的明顯 我說真的鐵鏽斑就算是這麼粗糙的民謠 而且是這麼低等的清料 發黑又發灰的清料 它都不會很顯眼的一大坨在右面上了 那你覺得官窯有可能會出現 什麼錫光斑鐵鏽斑一大點點在表面的嗎 皇帝用的東西還比民謠粗糙嗎 那怎麼可能 然後我剛剛 直接用樂園看的時候是看不到這個錫光斑的 你看現在放到那麼大了 你才能看到那個 釉料聚集處有 錫光斑有沒有 這種據說運散 這個釉料 礦物質感 它不是你拿筆點染 或者是另外畫 或是盾筆回風的畫法 不是那些你運用筆 能做出來的人工的畫法 這個就是礦物釉 礦物它有自己的表現 看 然後表面的皺紋 我說真的你去撿民謠的東西 應該一下就能懂我在說什麼 如果是看到官窯的話 因為那個東西太漂亮了 所以反而不好辨別 而且民謠的市面上還很多 像這種那麼低等的 那麼破的 連垃圾桶都能撿得到喔 這種怕是也沒人要收 然後你看它裡面的草木灰 黑點那些還好明顯喔 超明顯的 礦物釉的質感 嗯 草木灰 草木灰這裡比較明顯不好拍 看看怎麼拍才能把那礦物釉的 一片片的質感拍出來 因為這是民謠的很粗糙 所以應該是 有沒有 裡面是 不均勻的 雜七雜八斑雜的東西 很斑雜 非常的斑雜 反正古時候的礦物釉 跟現在的化學釉的差別 就是一個很死 一個有豐富的內含物 很斑雜 很容易辨別的嘛 我都 這個真的是太醜了 這一片 難怪會被丟到垃圾桶 可是你看那個礦物釉真的很明顯 一片片的內含物啊 哪來那麼醜的東西 好啦 反正古時候就很喜歡用印花了 其實印花 不是只有 明清時代有 更早期糖送時候就有了 古人也很聰明的 他們不是白癡 其實不會只用筆去畫好嗎 刻一個石頭 拿去蓋印章不是比較快 還是木頭什麼的 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才只刻印章 反正 蓋印章的方式是比較容易的嘛 當然印章出來的時候 就有這種印花的畫法了 這就很單純啊 嗯 差不多啦 我懂得也就這樣子 其他的想不起來要講什麼 反正包漿 柴燒 礦物釉這三點 你跑掉一點的話都不用想什麼古詞 你要玩古詞你就是要 了解礦物釉 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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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燒就是氧化痕跡 啊嚕 我都講了這麼多了 影片發了這麼多了 你還是不懂什麼是礦物釉 完蛋了 你跟瓷器沒有緣分 玩別的吧 2 4 3 4 5 3 4